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六十四面 第三行 该由念空真面 深入无声 念佛即是念心 昨天我们讲了这三句 今天呢 再继续看底下这一段文 生彼不利生辞 信佛众生一体 众流两岸不拘 故为自信弥陀 唯心净土 这一段总结 这个含义 非常的深广 我们应当要特别注意 无论是解与行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这个底下的一句呢 演义里面也有注册 在五十九命 下次五十九命 倒数第三行 说 生彼生辞者 这两句话是从理上讲的 确实是如此 那么五十九命 前面说过 夜心才能够正当 夜心里面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执着 没有妄想 那么既然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妄想 哪里还有彼此呢 如果有彼此 那就是有分别执着 那就是有执着 那就不是一心 也不是净土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 那 换一句话说 那 换一句话说 我们自己念佛的功夫 有没有进步 念得得理不得理 都要从这些地方来看音 我们在一切静缘之中 分别心啊 有没有淡几分 执着妄想 有没有比过去轻一些 爹地才能见到功夫 可是思 有没有娑婆 有没有极乐呢 有的 理不爱思 是不爱理 理是不爱啊 念到一心了 西方是净土 此地也是净土 因为你在一切境界里都不忍住了嘛 所以无由于出不是净土 那么既然全是净土 也许同学问了 那我何必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呢 如果你起这一念呢 那就证明你没有正在净土 为什么呢 你还有彼此之分吧 你这个妄想 你这个妄想分别执着 并没有打掉吧 主想想想是不是 我们看下面这个柱子 有神一叉 是深呼自己心中 这个差是讲祝福的差处 刚才讲了 四人确实有 只要你正得一心 你就有这种能力 无量无边的神通 可以在一摊子之间 分身无量无边的差处 多道了啊 为什么呢 因为无量无边的差处 没有离开自己的心啊 唯一心所心 唯一时所变 运之救灵 非陶火查那系内 这是讲 深西方极乐世界 那一边是灵化化身 九灵是讲的灵粉九品 这是个人功夫程度上 显出的差异 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是一刹那之间的事情 所以才说 比即是此 此即是彼 彼此不如分啊 云甚彼不利生此 这一句意思很深 射方极乐世界 确实是无二无别 一味清静 这种境界 出的礼乐心就见到了 也就是 原叫出诸菩萨的境界 可是 重促住往古地 那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 在这种情形之下 西方世界修学特别的方便 特别方便 容易成就 因此 射方世界的菩萨 没有不选择极乐世界的 道理就在此地 这个是说 这一切境界 在你心中 固然是一味平等 可是 增上云 不相当 西方世界 有特别殊胜的增上云 能够帮助你 既快速又稳当的成就 在这个境界里面 在这个境界里面 洞生一体 那么 柱子里面 也有结实 先 佛 动身 这三样 和起来 就是整个的法界 就是静虚空变法界 静虚空变法界就是自己 它是一不十二 心是将能变的离体 佛与众生都是心变的 这个柱子里面给我们说 佛者古德之称 众生会无知好 心得灵敏之体 这个灵敏之体 在觉悟的时候就叫佛 在迷惑颠倒的时候就叫众生 佛是说的心 这些 众生是将的迷心 迷惑都是它 那我们现在是在迷 不是在乌 现前最要紧的 是如何 破灭开悟 返忘归真 那么这就是底下所讲的了 灭佛 为之一心 心 不是佛 佛 不是身 泛然 不宜 我们今天讲的十法级 四身不是六凡 六凡不是四身 这是我们现前的境界 如果我们念佛了 念到一心不乱了 那就进入了一个真实的境界 敬计念佛 即是念心 这才是一心 则反本还原 本就是本心 就是本性 缘就是本质 反本还原的时候 都先是一心了 一心里面没有二念 不见僧佛加明 僧佛是二法 二法就不适合法 为什么不是佛法呢 佛法是这法了 二就不折了 就迷了 所以说二法就不是佛法了 折一定是一 因为折里面没有分别执着 利益一切分别执着 才是执着 执着 这个一切分别 这个是 什么呀 此地这个不见 就是不执着了 再没有这个错误的见解了 再没有这个错误的见解了 妙明真心 是一心 这个心非常的广大 见影虚空变法界 就是你妙明真心所现之物 所以说周边发界 以既佛之身 念既心之佛 五二相也 这就是所谓 这就是所谓 念而五念 五念而念 念不念呢 天天念佛 二六十中 这句佛号 从来没有见断过 为什么说五念呢 五二相 不执着 难念之心 也不执着 俗念之佛 不但不执着 连这个分别的心都没有 这时候才叫做 都学六根 敬念相机 都学六根 是六归了一了 一级是六 六级是一 华言所谓 一多不二 这个是真正的实相 宇宇宙人生的真相 下面呢 这就是教给我们用功 重要的原则 中流 念啊 不执着 念边都不执着 这个才是一心的境界 请看柱子 苦语 是此呢 乐报是彼岸 此是指苏婆世界 彼岸是指极乐世界 这两个地方 要是以我们反复来观察了 那真是 苦乐 悬殊 苦乐悬殊 完全 不相同 那么在一心不乱的人呢 这是讲到一心 他们的看法 当然是不一样 这两岸是平等的 那不是我们的境界 非苦非落 是中流 年呢 我们要放下 中流也要放下 中流是代表中道 正是所谓 念边不离 中道不沉 因为你落在中道里面 你还是有助 你这个心还是有执着 心里面还有东西 还是不清净 那 不如经里面所说的 应无所住 二三七心 你还住在中流 那怎么行呢 你还住在中道 还住在第一地 那还是不行 应无所住 这种境界 这种境界 虽然比反复高明 比二臣人高明 但是他不坚信 他不能开悟 他还是有障碍 这一点 我们要特别留意的 我们看底下的桌子 念佛为之一心 每一道一心的时候 这个功夫每一道一心 中流两岸 戒然不同 这个界限 轻轻处处 特有界限 界限从哪里生的呢 从分别执着里面生的 这个境界从什么地方 现前的呢 是从念头上 现前的 前面讲 即现正上收获 一切法了 都是以念为题 从我们心灭而生 经济深彼 不理生辞 这个知见呢 渊融了 所以渊融呢 就是当中 没有界限 力量一切 分别执着往下 谢谢没有了 这个才叫知见云满 知见云融 这个时候 不见彼岸 不见此安 并不见 非彼非此之中流 那么我们要问 彼岸 此安 中流 这个四项 这个四项有没有呢 四项决定是有 不能说这个四项没有了 四项决定是有 你心里面再不会在这里画界限 换一句话说 在极乐世界呢 你没有乐受 你心清净的 纵然在阿比地狱 你没有苦受 那么我们要问 地狱天堂有没有 有 这个境界确实有 可是你呀 在这个境界里 一味感受 你的感受是相同的 苦乐有些时 你都不受 你这个心不清净 不是没有境界 境界是有的 娑婆极乐是有的 你在娑婆没有苦受 在极乐世界也没有乐受 甚至于不苦不乐的受 你也没有 这真正是自在 这叫做真受 就是念佛三昧 就是一心不乱 大师引用古德的一首诗 这个诗里面 就藏着很微妙的禅机 可以做这一句的著作 海藏多罗一叶洲 这是比喻 大海里面 有这么一个小船 多罗就是贝多罗树 一叶是形容它不大 小船 不拒两岸不中流 这船在哪里 不是靠在两边岸 那就在水当中了 它不没有靠两岸 也不在水里面 这在以前 这是不可思议 现在不稀奇了 现在飞船 太空船 不在 一不在两岸 也不在中流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夜高 长出虚空外 热得春风 小点头 这个境界呢 比我刚才讲的又高了 因为我们现在飞船 还在虚空里 还没有超越虚空外 它这个诗 超出了虚空了 这个不可思议了 这首诗 就是形容 理性不乱的境界 射出他心的清净 一尘不然 不但是不然六凡 你四肾的境界 他都不然 这是超出了 超出 四肾六凡 是射法界 那么他在哪里呢 不得已 再给他列一个家名 叫一尊法界 他是一尊法界 那么就是 净土里 净土 法门里面 所说的 长极光净土 是属于 这个境界 时报 庄严土 也是属于 这个境界 换一句话 绝对不识 同居土 不识 有余土 可是极乐世界 奇妙啊 妙在哪里呢 妙在 凡圣同居土的 众生 居然也有这种的 受用 这是真正不可思议 这个书是男性之法 就在这里 那么这一段呢 都是说的 虚文当中的大义 再看底下 一段 李延迟大师 他老人家自己 为我们的讲解 这个书 就是他老人家 自己编的讲义 请看这个书文 城上 树阴妙谷 顿有念佛 置于一心 希望大家把这一句 要牢牢的记住 阴是将你修阴 你所修的是非常殊胜之音 古是说古报 是指前面的 两段之文 书因妙谷 通通是由念佛 到了一心不乱 那么这就说到这一段了 讲到这个总结了 自念及而空 五念之念 为之正念 这个里面意思有相当的深度 各位翻开演绎来看 念及而空 愿修便说 这个愿就是 我们现在讲是 就修行这一方面来讲 单就修行这一方面来讲的 念到极处 空了 空的是什么呢 能念所念都放下了 换一句话说 把你的心意识念掉了 空空个什么呢 空了心意识啊 心意识莫有了 一心就先前了 正是 教官大师在论言正末里面告诉我们 谢时永根 我一时学里面所讲的 这一句佛号 真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葛祖师一点都不讲 问题在那呢 你会不会用 你会用啊 决定就成就 这个成就就像经上所讲 了不起的成就啊 一生成佛啊 我们一天到晚 在生活里面 齐心动念 你想一想那些念头 是不是分别心 执着心 分别心 第六意识 执着的心是 第七 莫那 这个分别执着才现前的时候 马上就把它换成 阿弥陀佛 决定不叫分别执着心 相识 这就叫功夫啊 这就是准时成志啊 不用分别心 你所用的是样样明了 绝不是说 我不用分别心了 我眼睛看在外面就一塌糊涂了 没这些想 你用分别心 见外面一切色相 是第六意识经 是隐识经 你不用分别心 你所我见的外面色相 叫妙观察志 我们没有能力 转时成志 用这一句 阿弥陀佛 这个佛号 来帮助你转时成志 这个真是妙诀了 八万四千法门里面 找不到这么一个妙法了 于夜间间间 才起执着 要晓得 哦 执着是莫纳士 这个念头才起 立刻又转腾 我没讨佛了 不叫这个妄念相续 因为有执着 一切法都不平等 离开一切执着 哪一法不平等 刚才讲了 西方跟娑婆平等 为什么呢 你在西方世界没有落寿 你在此地没有苦受 你的感受是平等的 平等至先前 这个平等是真平等 为什么呢 极乐世界 切保楼国 黄金为地 是你自己世心所编 我们先前这个境界 离土 这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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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里 也是你自己 世心所编 换句话说 能编的 没有两样 能编是相同的 俗编境界 差别在哪里 能俗 不二 现在这个科学家 逐渐逐渐 也明白这些道理 科学的长明 对我们佛法的理解 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我们才真正明了 万法 确确实实是一如 是不二的 所以在一切境界里头 不应该其分别之主 那么这是念到了极出 就是把分别之者妄想 空掉了 全都断掉了 念体本空 这句是就体性这一方面说的 念的体是什么呢 是真心 真心里面 无有 六族所说 本来无有 所以说 他分空 这个空 跟前面念机而空 这两个空子 意思不一样 前面这个空 当作无讲 这个空 这个空是有 不是无 心经里面所讲的 色即是空 空即是死 色不于空 空不于死 这是 跟心经里面讲的空子 是一样的 不当作无讲 他是有 有为什么说空呢 因为他没有 吉祥 他是真有 他没有吉祥 是我们六根 都没有办法 接触得到 眼见不到 耳也听不到 连心里的想 也想不到 为什么呢 他都没有想 他没有念头 他在本 有没有呢 有 见虚空变法界 都是他变现出来的 这个空叫真空 无念之念 这个底下讲了 这个书文里都说 这个无念之念 为之真念 我们把这个文念下去 我们把这个文念下去 有念体本空啊 念十五念 明真念也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把这个真念 从两方面来说明 来解释 希望我们真正能够明了 我体会到 这个念佛 什么叫真念呢 诸子 诸子里面说 五念之念呢 是 终日五念 终日念佛 终日五念是 无妄念 不是不念佛了 终日五念 佛不念了 佛不念了 一天那么大 你们诸子想想对不对 五念 是 我无忍分别执着妄想 没有这些念 只有什么一个念 只有佛念 一天到晚就从过美套佛 终日念佛了 这句佛号 绝无中断 决定不中断 初学的人 实实在在 不容易到这个境界 这个是 要有狠心 要有毅力 我们一般人的功夫 不能成就 实在是 懈怠放逸 这是业障 这是罪障 是我们的功夫 不能成就 常常把佛号忘掉 顺利 忘掉 那么我们要怎么办 现在 这个科学工具发达 我们应当尽量的来利用它 最方便的就是这个录音机 你常常放这个佛号 提醒自己 现在录音机很便宜 可以帮助我们 提醒我们 佛号 只要相续不断 妄念自然就不回去了 心中没有佛号 必定期望 你不是用电视 你还得看 还得坐在哪里 这个小录音机 装在身上 行住坐墓 都不该死 真正是方便极了 所以这些科学工具里头 有许多我们是可以来利用的 帮助我们念佛 那么这是我们要想的 什么叫无念 什么叫念佛 意思一定要搞清楚 念时无念 终日念佛 终日无念 一天到晚念佛 一天到晚没有忘念 那个功夫到了极处了 就是这一句佛号 虽然一天到晚挂在嘴里面 这个六字鸿鸣 千千处处 了了分明 有没有分别执着呢 没有 连对一句佛号的分别执着 都没有了 那就到一心不乱 如果说对这一句佛号 还有分别执着 其他的一切妄念 没有了 这叫功夫成篇 功夫成篇 神凡圣同就处 决定往生 我们念佛了 被从就要求的 这一个阶段的成就 这是第一个阶段的成就 我们 制止名号 分别执着这个名号 把其他的这个 一切 事出事件的事 那个分别执着 统统放下 这就是功夫成篇 虽然在净土里面讲 这不是什么高的功夫 但是 欲知实知 生死自在 可以做到 到了这一阶层之后 我们这个寿命啊 这个报身啊 夜报之身啊 还没尽 那么大可以利用 多余的时间呢 把自己的功夫再向上提升 提升到 夜心不乱 不要止于这个境界 这样才好 我们再看底下这段文 有此二意 以奈相须 这个相须就是现在所谓 相辅相成 互相帮助的 由念疾而空 放置念体本空 功夫不道 报物本体 这个物本体 就是禅家所讲的 明心见性 大彻大悟 净土里面所讲的 理性不乱 这个不是我们 凭着胡思乱想 能够想得到的 那不行啊 一定要功夫到家了 才行 所以功夫到家 前面也在跟诸位说 要放下 要学 由于装饰情放不下 都是严重的障碍 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 我们自己的修行 为什么不能成就 不要说一心不乱 就连功夫成片 我们都做不到 瘾瘾在哪里呢 放不下了 这是我们的大病啊 这个放不下了 就是生死轮回的根本 如果要想超越生死轮回 就得要放下 世出世间 一切房 绝对没有贪爱 经上讲得很好啊 爱不重啊 不生俗佛啊 俗佛就是六道轮回啊 为什么有六道轮回啊 贪爱太重了 灭不移 不生净土 一是一心啊 功夫成片 虽然没到一心 竭净一心 相似的一心 不是真正的一心 它是相似的一心 所以他也能分进 所以不斜 不放下 我们这一生呢 又要空过了 学佛 听经 念佛 如果不能真正把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那等着来生来世 还继续干吗 为什么呢 没法子超越轮回吗 没有办法往生净土吗 那也许主要问了 来生 是不是比这一生啊 要进步一些呢 不见得 也许比这一生更迷惑 怎么知道呢 因为你现在在此地啊 你在这个地方坐了一个半中间在平静 你不是这一生才学佛的啊 你渡身 你渡身度节之前 生生生世世 都学佛 在无量节中 他听咬死了 sponge долларов table 我请进那么多祝佛如来 jag 我今天还落的这个样子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放不下了 千见佛有什么用呢 放不下有什么用呢 千长挂肚的事情太多了 哎呀这个我不忍心放下了 六道生死这么苦 我不忍心离开 那又什么法子呢 极乐世界再好 思想去这个地方不忍心 好了不忍心 这一个不忍心就叫你生生世世 生死轮回 永远没完没了 这个就是无名 就是愚痴 就是业障 这个就是琴 佛法要把琴转变成智慧 所谓智慧是理智的感情 情是什么 是愚痴的智慧 你得要智慧啊 你今天是放不下 不忍心 你也怜悯他 想帮助他 你自己本身没有能力啊 现在暂时的 离开他 离开他 成佛做主啊 学本事啊 这一身本事 学成了之后 在道价慈航 来帮助他 这才真正 受到效果了 所以我们这一身 不求解脱 要到什么时候 这一身 不往生 你还等到哪一身 何况 深深事实 未必有因缘 遇到佛法 更难得的是 遇到正法 实在不容易 有许多这个学佛的同学 有的时候我初次见面 我就问他 你学佛多久了 他说我学了好几年了 有没有听过经啊 有 在哪里听经啊 在新天宫 在马祖庙 可见的正法 不容易遇到啊 他把那个也当作修佛 那个一关道 也讲经刚经 也讲心经 上一次我跟主说了 有一个同学 送了一本金刚经的注解 新经的注解给我看 那个注子 简直是胡说八道啊 经文是没错啊 可是他讲的 完全不是这个科学 这个不得了啊 这个造的罪业太重太重了 断绝一切众生 发生毁灭 所以 由此可知啊 这个正法不容易遇到 遇到之后 要想功夫到家 一定要通通放下 所以 这次讲 功夫到家了 你就能开悟 悠悠念提本空 放得念提而空 这次讲 相复相承 我们今天明白这个道理 晓得 真心里面 无有有 六足所说 本来无有 这样我们才肯放下了 不明白这个道理 要我放下 为什么要放下 为什么要我舍 我舍了 你得去 他不能相信 利益真的明白了 这个才晓得 放下有这么多的好处 有这么多的利益 这才肯放下 也正是古德所说 好事不如无事 做好事是放下了 没放得干净 他还钱挂了 我还有多少好事 没做完 还有钱挂 藕断丝连 藕断丝 这真断掉了 所以庞居士那些招 真是给我们当头一棒 他是一个大副章者 他弄得金银财宝 不去做好事 他把他丢到水里面去了 统统不要了 这个叫斩草处根 一丝不惯 如果说是发行 你去做好事 到处去布施 你想想看 岂不是藕断丝连 不干不惧 谁也要写得干净 要写得痛快 这是真正修行人的最好的榜样 他这种行持 他这种行持就是献身说法 做给我们看 是我们觉悟到 哦 这样才叫做放下 哦 这样才叫做放下 才叫做布施 才叫真正一了不了 难怪他一家人成道 那么我们晓得这个道 我们正肯做了 理可以帮助你的功夫 理解能帮助你修行 修行功夫又能成立 帮助你理解 相辅相辰 莫合书 本体不空 纵面不空 这个两句话 又怕你做空吗 又有念体本空吗 放在念机二空 空与不空 是一不是二 如果有一个空 还有一个不空 注意想想 这又是二法了 二法就错了 二法分别才有二嘛 不分别哪有二呢 所以 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 空与不空 举不可的 这才叫真面 那么说到这个地方 我再把这几句 做一个总结 真面 就是清净心念佛 如果你心里头还有一丝毫牵挂 你就不叫做真面 这个标准太高了 我们现在这个大火器 天天到晚都不是真面 都有牵挂了 这是祖师在此地给我们定点真面的标准 真面 什么人真念佛呢 理性不乱的人是真面 即使我们念佛念到功夫到家了 念到这个 建到本体了 往后这个念佛都叫真面 换一句话诗 从原教初驻 到等教菩萨 四十一位法神大师 他们各个人都是真面 因为他们符合这个标准 那么再看底下这一句 讲生无生 生死不亦生彼 给我们谈这个问题 生无生者 但身体不可得 生而不生 不生而生 世明一念佛先入五身人 如后教祈中辩 将来讲到后面悬疑 教祈因缘里面 还要详细地来讨论 那么这个地方呢 六十五 引译里头也有一段注解 达了是通达 真正通达 生的体现不可得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解释的简单 有心空骨 本来无由 本来无由 大地平成 世空粉碎 推求五阴色心 了不可得也 这个几句话 表面上看 很清晰 可是意思太深太深 金刚经上也有这个意思 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说法不一样 金刚经上说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如果你要知道三心不可得 你就能够 你就能够 误入真空之理了 根词地 这个几句的意思 是一样的 说法不一样 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一些动物植物矿物 都是五阴色心所变形 所以乌鲁汉 他证得了九次地定 误入任无我空 换句话说 他真正彻底明了 一切法就说无我 虽然无我 但是他还以为还有法 法是什么呢 无因 我是没有啊 但是色寿向行使 这个还有 所以乌鲁汉 我知没有了 法知有才 这他不能开悟啊 所以他的心没空 所以他的心没空 我罗汉的心没空 《论言经》上有证明 佛说我罗汉的境界 说他内守悠闲 他没空啊 他还守住啊 他还内守悠闲呢 所以佛说 又为法尘分别隐私 末后这句话说得好啊 他说什么 守这个虚妄的 一种抽象的概念 根本没这个事情啊 法尘分别隐私嘛 实在是很冤枉啊 所以他的心不空 换句话说 他没有放得干净 末值是放下了 法值没放下 要是说真相呢 真相是推求五英色星 辽不可得 动之框 是五英色星 变现之物 那么动之框 是假的 因为是阴音所生法 阴音三 五字星 没有字体 所以说 当体皆空 可是五英呢 五英也是阴音所生法 也不是真的 同样一个道理 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所以 佛菩萨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 远身 星空 性就是体性 体 体不可得 就叫做空 那个境界是什么呢 就如同梦境 一般无二 跟梦境完全是一样的 我们在做梦的时候 梦里面有啊 作为是梦里明明有六雀 绝后空空无大净 你醒来之后 你在梦里所得的这些东西 你带出来没有 你哪一样的 带来了 即使我们能把现前的境界 完全看成是一个梦境 一九自在 真的得大自在 为什么呢 德实的 这个心 没有了 泄掉了 德实心 无了 空了 德实心 空了 没有德实 你就没有烦恼了 你看看 所有的烦恼 都是从患德患失上来的 你没有得实心 就没有烦恼了 就得大自在了 晓得一切法如梦幻泡影 真的 确实是梦幻泡影 那么你啊 就是随云度日了 像这个普行菩萨所讲的 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没有灌溃 没有灌溃了 没有义法 不可以随喜功 功德是什么呢 成就自己的觉观 成就自己的五量觉 在一切法里头 真是 不实用的分别心态 二是用的观照 像心经里面所讲的 观自在 他照见一切法的真实相 照见五云皆空 就是求五云色星 这样不可得吗 心经上也是这么讲 对吗 所以是心开一切 所以是心开一切 真正是历苦的乱 都一切苦恶 一切苦恶也都没有了 也都空掉了 这是智慧 这是智慧 达是智慧的通达 以智慧观照 照见四世的真相 然后再生而不生 不生而生 这个柱子里头有说明 不生而生者 如以不生 为不生 非真不生也 为什么呢 落在相对比里面 有一个生 有一个不生 又是二法了 要晓得 生格不生是一 不是二 这才是真正的不生 所以智慧讲 生极不生 不生就是生 生就是不生 这才叫真不生 下面 他老人家 以引勇家大师 挣到锅上一句话 来证明 锅勇家为 谁无念 谁无生 若是无生 无不生 前面两句 是假设一个问的词句 哪一个没念 哪一个没生 如果讲到真实的 真实的 是生与不生 统统没有 无生 无不生 生不生 两边都离开 两边离开 两边都是 这才是四世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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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是 双爹双照 勇家大师 用的这个是双爹 两边都离开 无生 也无不生 生不生 通通没有 真情节 说 生即不生 不生即生 这是双照 四世存不存在 存在 两边这个相 存在 所以存在 两边之礼 没有 礼上 绝对没有 相 有礼物 既然相 有礼物 这个相 是幻相 不是真相 所以相是失望的 经上说的好 凡所有相 皆是失望 这是我们应该 要好好的记住 所以在一切相 里头 不要认真 不要执着 要有智慧 来管照 绝不能够迷惑 你 如果是与诸佛菩萨 相处 这个四好办 都不着相 理事无碍 素素无碍 那是华言境界 在西方 基督世界 是 十报 庄严 土的境界 理事无碍 四四无碍 你要跟六道 反复相处 那就不行了 那是什么 只能够到 理事无碍 四四 还是有障碍 你一道了无碍 对方 他有障碍吗 他有障碍吗 他迁就他了 菩萨要横顺众生 你查查经上 哪个经上说众生 横顺菩萨的 没有 因为说众生 横顺佛的 没有 只有佛菩萨 横顺众生 如果那个众生 要横顺佛菩萨 那个众生就成佛了 就成佛萨了 他就不叫众生 所以诸位 一定要明了 菩萨 要横顺众生 菩萨跟众生 相处是四四有障碍 但是礼于四五障碍 四四是有障碍 为什么 众生有分别 有制度 不得不迁就他 比如众生 说这个向好 耳朵长 这个向好 双耳垂间 那好了 佛菩萨 横顺他了 你说这个向好 咱们就变这个向 其实 佛菩萨境界的一切心清净 一切发平等 有什么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没有 可见的 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就是横顺中身 你觉得这个向好 好 就实现这个向 其实没有标准 好坏没有标准 古今中外 说好坏的标准都不一样 我们大众坐在一起 我们看到这个讲堂这个布置 我们每个人观点也不一样 有人觉得这个布置不错 有人觉得这我不满意 标准不一样 其实根本就没有标准 什么叫标准呢 是你自己分别执着 妄想里面建立的 真实法里头 统统没有这些 一切这个多么有了 那就是四四无碍了 只要你有建立 那菩萨就得横顺中身 随行共产了 除这个办法 没有第二个办法 所以才说 佛法在世间 不利世间者 虽然横顺 吹习 要绝 不能迷 绝而不迷 这叫做佛法 这个道理很重要 决定不能错毁了佛法 不能错用了佛法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实地 necessary 二 二 二 三 二 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